以下我們會研究 帶電平衡板之間的電場 電細差和距離的關係 線將平衡板的距離設為10厘米 連接平衡板至超高壓電源 並且將電壓設定為5000伏特 利用導線使用固定在棒上的鋁箔起電 現在開著光源 觀察一下鋁箔在半透明屏幕上的投影 調節超高壓電源的電壓 直至到鋁箔偏轉大約45度 記錄下所需的電壓 將平衡板的距離減少1厘米 再次調節超高壓電源的電壓 直至鋁箔偏轉大約45度 以不同的平衡板距離重複這個實驗 並且記錄所需的電壓 直至鋁箔偏轉大約45度 利用結果來規劃平衡板之間的電細差 V 隨著距離D的變化 再次調節超高壓力 四十坑偏輪 族轉大約45度 達4毫無電